新北市有名高姓男子 他日前骑车的时候违规左转 被女警拦查之后 发现他有酒驾 那么呢他就赶快拜托这女警 叫他姐姐求他放过一马吧 但是没想到这远警坚持 依照规定办理 这名男子就立刻翻脸 甚至骂脏话 酒驾又违规左转 被女警拦下来 男子低声下气求情 甚至叫对方姐姐 但远警不理会秉公处理 让他开始暴怒 翻脸就像翻书 男子飙骂粗口甚至开始狡辩 根本没骑车 边走边向女警呛瞎 还想趁机搭计乘车落跑 双方拉扯场面失控 就连路人都看不下去 我当警察 你在搞什么 梁明路人协助制服警方到场支援 终于将酒醉男子扭送警局 但他依旧不断咆哮 恐吓女警要杀光 他全家完全不把公权力放在眼里 不但事实上拒酒策罚单 还涉嫌恐吓跟妨碍公务 她是看我开单然后就直接跟我说 你现在是要算得到啊 然后就一直跟我呛吓 当下害怕攻击你吗 不会 对 我不是第一天当警察 也不是第一次被恐吓 年仅25岁的许姓女警才 在警戒服务一年多 即使在扭打过程中受了点伤 但她说她不畏惧恶势力 要继续用这股热情为民服务 中天新闻杨中盛周瑜伦 SNG小组新北市采访报道